怎么投资赚更多 大华国际郑瑞宗分析师 让你在股市里赚大钱 成为投资达人 欢迎收听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尽管投雇薪字第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Amy 是好在我身边的是 股市达人郑瑞宗老师 Amy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好 美股是连两天的破低 但是雅股今天有先小小反弹 台股今天最低是在16112点 最高有来到16200 那么这周的个股就如同郑老师的预告 中小型股特别的活泼 然后也特别强势 可以来关注进场布局 那么今天也有部分的市场资金 转进生计股 股市的变化真的好快速 快速到投资人都快要跟不上了 到底怎么掌握好这个节奏呢 马上来请教我们的股市达人 郑瑞宗老师 好的那么美国是连续两天的破低点 这个四大指数都跌 而且人连原本没有破低的 道琼也都破了低点 那这个看起来就是说 美国的尤其是科技股 正式进入到一个修正的阶段 所以看起来没有那么快 会整个市场会转为强势向上 打底应该是需要时间 雅谷今天相对有比较强 但是以韩国走势来说的话 今天还是破了一个波段的新低 而且早上反转上去 刚刚一度又杀到平盘之下 又反黑了 所以韩国的表现相对还是比较弱势 是这一波雅谷里面最弱势的 然后日本跟恒生今天长得比较不错 有长了大概盘中最多长到1.5% 目前大概收敛到剩下大概1%左右 然后以台币来说的话 今天就呈现一个小小的升值 那目前有打到平盘附近 但至少没有再继续的大扁 因为昨天是扁到一个新低 所以就外资又卖200多亿 那今天看起来应该就还好 所以市场量也缩了 缩到剩下2000亿出头 所以这个指数就呈现一个反弹 但是量不够 那小涨个80点的一个反弹的走势 那我的结论是 现阶段的打底还需要时间 那以量能的条件来说 以汇率的走势来说 目前没有强烈的大反弹 或者V型反转的条件 目前看不到 所以市场仍然都还是在关注说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 什么时候可以从5%左右的高档 回落下来 为什么这个指标这么重要 因为以前有很多次的 类似金融的危机股市的大跌之前 都有看到公债殖利率的飙升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指标 一直都会比较敏感 就是说当你公债殖利率飙升上来之后 大家就会觉得 是不是要出事 所以市场就会比较保守 那个风险意识一拉高 那比较敏感的 像科技股部分 最近美国的科技股就跌得很快 就是这主要的因素 那这个中间又跟所谓的 联总会的利率政策息息相关 就是说如果你利率政策 一直没有到一个松口说 OK我可能升最后一次 或者不升的或者降要降息的话 那利率一直维持在高档 那这个热钱就很难大举回流到 所谓的雅谷或者新市场 那台股当然就是属于雅谷新市场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外资你看就是说 今年的买超都已经卖光光了 那最近台并一扁 它又反手又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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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就看这个指数就很疲弱 所以在这个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我们对于整个大行情的空间 我认为就有限 那它就会落入到比较个股的表现 那刚提到的Amy也提到说 今天生意股很强 比如说志勤 泰福 KY 保龄涨停板 刚保瑞好像也涨停 美食也几乎要涨停板了 对 那一般来说 生意股常常在年底会有一波行情 那年中间常常也会一波 因为大概就是说年中跟年底 通常有一些生计展 就大概在这个时间点 大概就在这个时间 然后今年又是要大选年 对今年要选年 尤其是我看最新的民调 执政党的民调是一直往下动动动 一直掉下去 所以我相信他们也很紧张 很怕蓝白河 所以他就一场硬仗要打 最近可能经济数据什么东西 大家都怨声债道 对 所以呢股市如果债不好 那真的会很难选 所以以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法则 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说一定 是 就是说越到大选年 如果执政党越顺风顺水 那当然股市就是 就没有什么做多的太强的企图心 但是当执政党的选情 不是那么顺利的时候 股市就不能给它太差了 那只是说现在国际的局势不好嘛 所以你说要大涨当然不容易 但是你看最近台股 它相对的跌的是比国际股市少 是好不容易最近才刚破底 前面是人家破我们都没有破 所以我认为其实这个政府的做多 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那如果再来这两个月 国际的局势 虽然说不至于有大幅度的好转 但是只要可以直稳 然后做一个技术性的反弹的时候 那我相信台股的表现 它会拉得上来 那所以比如说政策做多的生计股 那个选举行情那个味道 那个就有出现 那今天比如说 排名中一些AI股表现不错 比如昨天我是不是有说 微影它会是AI的反弹的领先指标 因为昨天即便是拉回 K线上是连续6根的红棒 就今天盘中果然又领先带头涨了大概4%左右 对来到1660块 而且今天又连续拉出第7根的红棒 这是很明显就是说 它这一波那个买盘回流到微影身上的那个 那个态势是最为明确的 那为什么 我们再来谈 好 那其中IP股比如说创意是 其实盘中都涨大概4-5% 对 具有科 哇这个更厉害 哇真的 今天很强哦 刚刚涨了7%吧 对 最高来到222块 那光东逊的部分 那我们说的像光环表现也不错 刚刚生计股今天表现都不错 送电桩的一些族行也不错 所以市场资金 一来趁着科技股比较弱的时候呢 转进升级股 那有点选举行情的味道 有点敲敲盘的味道 那IP股 AI股 光东逊这一些跟高速传输有关的股票 今天表现也不错 所以大概就是说未来第四季的一些主轴 大致就是这一些 以及中小型的转机股 草梦股 我认为都很有机会 是 那所以我说总而来说台股跌不小 就是因为要大选 所以局势不佳 也会有支撑 那市场量很小 只有2100嘛 所以你就搞中小型的股票 是 年底本来就炒梦股嘛 所以筹码干净 有题材 有展望的 然后筹码比较轻的 都有机会飙涨 比如说246的利台 是 那是不是最近就一路的飙上来 有 其实在美国的新进AI禁令之前 他就已经是超标了嘛 是 就从三十几块标到五十几块 对 是那个禁令一出来才打回到四十块 然后私募的案子出来之后呢 又标到接近六十块钱 对 所以如果说不是这个AI禁令的话 其实我相信现在可能已经七八十了 那当然我昨天也提到就说 那AI真的就不能卖了 所以就算私募的对象真的是很厉害 是美超为的背后家族的 这个成员的公司来入股 但那个转机还是一段时间以后 可能两三年之后 我才会看到私募的那个效益出现 所以就是AI不能卖 其实业绩一定不会好 所以我就说这边就不要再去追高 那见好就收 我没有给你看空 但是我说这边其实是一个 见好就收的时间点 所以今天就开始稍微有一点在回档了 虽然盘都还是有过高了 对是神预测 昨天才讲完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像类似利台这样的股票 在年底通常都是最多的 就是说它基期低价位低 但是原本预期说 哇第四季大赚名昂大赚的那种转机 已经看得到 所以股价蹦蹦蹦蹦就上去了 所以当然利台因为它运气不好 又被美国进了AI 它不能卖 所以我相信老板也很闷 但是相类似的股票其实年底是最多的 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要去操作这种 有新的转机的草梦股 那当然我们先聊IP IP股今天我刚提到的创新事情都涨了四五% 因为未来会有非常多的 比如说Amazon Google 或者是Microsoft 他们都要自主开发一些AI的高阶晶片 因为NVIDIA晶片又缺货又难买 又真是有够贵的 所以他们都要自主开发 就是不想要全部受制NVIDIA 所以相关的这个需求 明年会一直成长 后年一直成长 那台湾能做其实就是世新跟创意 所以这两家公司未来三年会越来越好 那类似三年前创意跟世新的位置的就是巨友科 那今天股价是不是涨了六七% 对8227的巨友科 那今天是股价交易的最后一天 下礼拜就关出来了 股价量只要放出来 股价要过那个230 我那不是太大的问题 因为今天最高已经来到222 那巨友科他一来明年7nm的产品会设计定案 会tap out会量产 投片在台电投片量产 所以营收获利会呈现一个大幅度的成长之外 那主要是台电他要扶持他 经营12nm 12nm的ASIC这块的市场 因为这块原本就世新跟创意在做的 就说世新跟创意 原本就是跟台电做一个密切的合作 客户需要来这边开发怎么样的晶片 那台电就说OK没问题 你去找世新或者创意 他来帮你做设计 设计完之后来我这边投片 投完片之后我就出货给你 所以通常都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关系 那过去是以创意跟世新为主 但是他们现在都已经跨入到 7nm 5nm甚至3nm的 HPC或者AI的晶片 所以成熟制程 他其实已经没有能力可以照顾 而且对他来说可能这个也相对比较低价 利润比较低 所以他们就这块就照顾不来 那台电的客户还是需要这一块 所以就找上具有客户来填补这一块 未来三年 他就像三年前的创意跟世新一样 股价从148 150 15 涨到2000块跟2910块钱 直接站上千金股 对 EBS从创意是从6块两年翻倍到25块钱 那世新从10块钱出头翻倍到25 26块 所以IP股 ASIC这个公司 当他跟着台积电一起成长的时候 你过去看到这两家公司的成长轨迹是这么的犀利 那再来我认为具有客就很有机会 因为自有的7奈米 未来可能有5奈米的产品 会陆续出现 台电又扶持他填补创意世新这一块的空缺 未来三年获利会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成长的机会 所以我就说他是创意世新的成长轨迹会再来一次 所以今天股价就非常的强势 所以其实看大盘这么差 你有买具有客的 可以买学中探级 其实真的很厉害 那另外IP股来看好M31 今天早上最高是903 涨得不多 它涨2%多 6643的M31 因为它分盘交易第五天 但它要关12天 所以后面还有7天 还比较久 所以可能量数还要再几天 但是我看好 就是AI会带动整个市场 对于高速传输IP的强烈的需求 它会成长的速度非常的快 因为AI不只是算力要快 那你传输速度也要快 不然的话你就通通塞车 你自己算得很快 比如说一台车 我的急速可以跑到每公里 每小时可以跑到300公里 但是每一条道路都塞车 那你英雄无用之地 所以高速传输的IP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AI会带动它未来这几年 呈现一个高度的成长 那另外还有一块非常重要 就是说安谋 ARM 它在上个月才在美国刚挂牌 那它的市值很高 然后它的业务量也很大 那过去安谋是台电的IP的供应商 但是它现在应该是嫌说这一块 可能对它来说太小了 但又要调拨一定的能力 去support这一块的相关的IP的经营跟升级 你感觉不合 所以在今年它退出了台积电的IP 供应商的供应链 它退出了 但台电还是需要相关的IP嘛 所以它会找谁 它会找M31来填补这一块 所以当安谋退出的时候 M31是最主要的受惠者 在高速传输这一块相关的IP 所以在这两大利多 AI加安谋的退出 那我大概上修啦 就是说不只是第四季上汉6块钱 明年应该可以超过25块钱 后年应该有机会超过35块钱 还有更乐观的预估我都听到 但是我们就是保守慢慢来 那因为AI未来是主流嘛 那比如说力旺的部分 它是以记忆体的相关IP为主 那股价是2100 2200 2300嘛 但未来 AI需要的最主要是高速传输 那记忆体的倒是相关的倒是还好 所以未来这三年很明显的M31的成长 会是在一个趋势之上 它力道会比力旺来的强 所以可能明年获利就会比力旺高出不少 但力旺来是2100 2200 M31才高八口 所以我就说这么大的差距 未来股价翻转过来 它是有机会的 所以那比较空间相当大 所以IP股的部分目前看起来 这两家公司明年都有蛮好的成长的机会 好 那高速传输还有一块就是说光通讯也是其中的一块 就像我说的 你处理器算得快 资料往外传的过程 如果遇到塞车 遇到从高速公路切出去变成慢车道 你算得再快也没有用 对 所以对外的传输光通讯或者是 现在叫什么细光子的CPU部分 就变成一个主流 那今天像华金光光环得胜的光通讯股票表现都不错 光环盘中还涨了大概6% 那尾盘目前看起来又开始往上拉 那这个股价整理了大概一个多礼拜 打底占到均线之上 看起来好像又要攻一波 一来第四季有机会转亏为盈 因为美系的订单的出货会带动营收成长 也就转亏为盈 可能有机会赚到五毛钱左右 那明年会跟同业推出全新的CPU的产品 那CPU产品其实它就是市场在报道所谓的细光子 就是未来在先进封装之中 导入这一个用光的传输 让传输速度大幅度提升 得这样的一个技术 就是这个CPU的一个技术 那之前已经是台积电合作的供应伙伴 就是3363的上全 今年也是从二几块涨到83块4 那未来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公司 会推出相关的产品 那以光华来说现在股价才二十几块钱 就好像当初的上全一样就很便宜 股价低位阶低 人家都敢喊出说我要做了 所以年底就是本来就是画大饼的时候 只要你敢喊 那市场愿意买单 股价就有机会 所以这个就很有机会 就是说是一个年底的草梦股 那看起来今天已经展现一个上工的企图心 所以下礼拜我认为也有一个表现的机会 然后另外系维部分 今天就是昨天创高183 今天做一个小小的回档的修正 那回档到月线附近 我认为又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是这是6231系维 对6231系维 因为台电的法说就说PC也复苏了 AI强劲的成长 系维呢传统就是以PC的BIOS为主 所以明年会恢复成长 那AI的伺服器的BIOS的订单也已经进来了 所以也带动9月份营收的新高 那明年呢 整个新旧动能同时启动 我估计今年可能赚4块 明年就有机会翻倍到8块钱 8块就是一个历史的高峰 那本益比又比较像是IP股 30倍是看得到的 所以你算算就是说 现在股价也才160 6178好像170好了 那如果说赚个8块钱乘以30倍40倍 那股价空间其实就还蛮大的 所以这些都会是从年底看明年 趋势非常强的股票 那细微的部分那就稍微贵一点 就170块上下 那这个光环就比较便宜 只有大概30块钱左右 那另外也有这个布局一档 这个新的网通的低价的金平股 三叉叉叉 三开头都 那目前股价大概是只有50块钱出头 是 然后估计今年大概赚3块半左右 那今天股价盘中大概涨3点多% 虽然说涨幅还算温和 那也还没有过前两天的高点 是 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跟你讲 居游客的时候 也是第一档好像连7红连8红 对 然后围影也已经连6红连7红 是 所以这种都是最强力的吃货的讯号 那这一档3叉叉叉的低价网通金平标股 是 今天只有涨3%多 但是K线上连4红 所以那个也是一个强力的吃货的讯号 是 所以下个礼拜如果市场行情比较OK一点的话 限买限赚 对 他可能就上去就会很快 那明年会有20亿的国防标案的大订单 会带动获利 上看6块钱 所以今年3块半年6块钱的话 往上成长就是大概有超过8成 对 那一般网通的股票本预比大概15到18倍 所以算一算的话 目前股价50块钱出头 所以我算一算就是股价保守一点大概6成 乐观一点9成 当然你看市场的一个状况 但我认为四五成的几率是相当高了 是 所以这是新的布局 我就欢迎大家可以跟上 好 今天如果你留言777加上你又电话 我先给你一档最新的标股 直接给你一档 然后还有一个很棒的优惠 再给你7个月的会期 那名额总共7个 就7个名额耶 赶快来把握所剩名额不多了 赶紧打电话进来咨询今天非常感谢国师答案 正瑞宗老师 谢米达拜拜 听众朋友 7个名额 7个名额 你有机会跟上777的专案 今天只要打电话进来 777专案先给你一档标股 还有我们的七折约会 再给你7个月的会期哦 今天就7个名额 777 务必来把握 电话先报给你 02-2362-8000 02-2362-8000 赶快打电话进来咨询 把握标股 趁现在 今年你还没有赚到的 赶快趁着年底 先把它赚回来 打电话进来 7个名额 7个名额 可以先获得一档标股之外 还有我们的七折约会 再给你7个月会期 777专案 错过就不再 赶快来把握 现在就拿起电话 拨打这支专线 02-2362-8000 记得电话拨通 节目通关密语 777 直接带你一档标股 拨电话咯 02-2362-8000 财经关键晚报 股市达人 由大华国际证券 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师郑瑞宗提供 102年金管投股 新字笛005号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